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我是凤姐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牧羊犬挽救小主人性命多斯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灵犬雪莉的续集 凤姐之前也有讲解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历史视频里找到 故事开始,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小镇上 人们过着没有战争无忧虑的生活 小孩子欢乐的背着书包去上学 而我们的小男主大志却跟自己的宠物狗贝贝在山坡上玩流泊 结果一玩就不可收拾 马上溜在断崖边时 幸好贝贝及时把大志扑倒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一架在有几名退伍军人的飞机上 大志的姑姑正期待和家人团聚 可不料,飞机发生了故障 直接堕入了森林里,还引起了森林大火 当地的警察找到大志的遗验 并告诉了他没人生还的消息 而且尸体也没找到 但爷爷坚信他们还是存活的 于是爷爷带着大志找到了当地唯一一个飞行员胡子哥 用钱让他带着自己飞向丛林里看看 但胡子哥是拒绝的 不过可以帮爷爷自己前去坠机现场看一看 就在飞机起飞前 大志带着贝贝偷偷坐上了飞机 很快,飞机来到了事故的上空 从飞机上看下来,事故现场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引起的大火把森林烧了一大片 这时,大志从飞机上看到 一座山洞里飘出来橙色的烟雾 大志牵信顾顾,就在山洞里 这时,大志马上窜出来 让胡子哥飞回去 而胡子哥也吃了一惊 孩子和一条狗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在慌乱中,胡子哥控制不了飞机,直接降落在一个湖边上 还好人没事,不过飞机暂时却飞不了了 如果不是一条狗在保护着大志 不然大志肯定要吃胡子哥一顿揍了 看着离山洞不远 于是大志和贝贝独自一人前往寻找姑姑 而胡子哥也不能丢下孩子 于是也跟着上去 在路途中,胡子哥却意外地发现大志脖子上的项链 在询问得知,项链是母亲留给大志的 这时,胡子哥也惊呆了 他之前也送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给自己老婆 但由于善浪关系 胡子哥也与老婆逼不得已分开了 难道大志就是胡子哥的儿子吗 胡子哥有点疑惑 也就在这时,贝贝却发现了什么不对 一边大叫,一边往丛林里跑 大志跟上一看 原来是一个女孩被一头野熊追到了树上 看着人类有危险 贝贝出嘴相助 朝着野熊大笑 竟然把野熊吓跑 成功把小女孩救了 这时,大志从女孩口中 得知飞机就坠落在他们村子旁边 而现在村子里也成了灭火指挥部 于是,大志跟着女孩来到这里 想求助消防员去救姑姑 但由于森林大火实在太大 没人帮她 此时的大志想到了贝贝 拿一件姑姑的衣服给贝贝纹了一下 想利用贝贝的嗅觉找到姑姑 就在大志正想踏进森林时 被消防员拦了下来 胡子哥觉得大志太固执了 直接把她关在车里 而贝贝却窜进了熊熊大火的森林里 到了晚上,贝贝回来了 这就说明贝贝找到了姑姑 为了去救姑姑 大志偷偷地和小女孩还有贝贝离开了营地 闯进了熊熊大火的森林 而这时,胡子哥也发现大志不见 于是急忙也闯进了森林里 正好碰上了被大火包围的大志和小女孩 胡子哥凭着野战经验丰富 向熊熊大火丢了一个炸弹 真的让他们炸出一条路来 随后,他们随着路来到了山洞里 果然被他们找到了姑姑 但这时,大火已经烧到了山洞口 没有了出口 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死在这里 这时,贝贝又大叫起来 竟然让贝贝找到了一条出去的路 于是,大伙们跟着贝贝有惊无险地走出了山洞 最后,大志和胡子哥也成了父子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故事也到此结束 看完电影,你想不想也拥有一条像贝贝这样的狗狗呢? 既能保护你,又能带你逃出危险 想要的话,记得点赞评论和关注哦 说不定哪天就让你们在野外捡到一条呢